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才把你们弄成今天这个样子 我得还你们 记住 我们二十一军 武师 171团 二营的所有兄弟们 只要能逃出去一个 只要继续扛起我们二营的军旗 那些死去的兄弟们才能瞑目 程连长 准备一下 明白 林凯 跟我来一下 是 王营长 我还有什么任务吗 林凯 你第一个进入水井 我跟王营长说好了 他同意了 不行 这里还有七个商员 我必须把他们都送走 我来送 你比我重要 对不起 我只能让你失望了 我知道你会去找亨利 我是希望你能带我一起去找他 让我跟他谈 行吗 王营是我的老师 还是我的岳父 他教导我 作为一个医生 我的生命 就是为了拯救别人的生命 我很敬佩他 刘亦想 他临走的时候 告诉我 他的去向 任何人都不能说 刘亦想 我作为他的学生 和他的女婿 我只能照他的话去做 这是我的承诺 你知道他带走的是什么吗 我不知道 他带走的是中国人的祖先 北京猿人偷盖古化石 现在你知道我为什么会不顾一切地找到你吗 我不能违背我的诺言 如果偷盖古楼到日本人手里 你就是中华民族的罪人 还没和司令官联系上吗 interest 现在会没中退 于天君 你我都是军人 军人最重要的是保持自己的荣誉 一旦刘宇将被杀 我将被送到东京接受审判 这是我最大的耻辱 我已是军人 军人以执行命令的天职 左总部 我这次帮不了你 请你原谅 我现在就转移那些哺乳军了 对不起 站住 于天君 你听好了 你现在是在我的要挟下做事选择 我请你给他们打电话 配合我去抓捕刘宜湘 你疯了吗 你疯了吗 这样做 会受惩罚的 胆着话 否则我杀了你 快打 你疯了吗 吉士恩士 你 把所有战俘赶在冤子里 把令玉相抓起来 带出碧鹅 哈 扯女 你把所有战俘赶在冤子里 把刘宜湘抓起来 带出闭影 是 坐下 走 混姐 走 走走 走 快点 快点 出去快点 好 刘雨晓 我们又见面了 出来 把他带走 走 走 把他带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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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放了他 要不我杀了他 打开 我们干嘛 干嘛 你们要给三走走牧 我就把你们这些人全部调逼 放了走走牧 王院长 放了走走牧 不要白白牺牲 你们都别动 谁敢动 老子跟他不过一劲 放了云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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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刀别动 谁动 老子跟他同归一劲 把云霄都放了 这是怎么回事 队长 你们在家不也行 现在你们必须听我的话 那边有照片 如果对这些网友 带走 我突然去了 别怕 别动 我也不知道 老子 打开 把他带走 等一下 走 陈院长 马上打开武器箱 给所有兄弟发枪 对了 找几个枪法好的兄弟上屋顶 压制他们上岗的火力 封锁大门 现在是五点整 我们得坚守到十点 去吧 好 黄医长 你完全暴露自己了 你是我兄弟 我不能看着你被抓走不管 事到如今 我们干吧 好 你挡了我们全部才计划 我只是为了完成我的使命 使命 冠冠 让你把刘云祥今晚带到北平 你能做到吗 如果我们合作 也许还有希望 希望 那是你的事 我只负责消灭这些扑弩 把这里的痕迹全部抹平 现在就要装下车来 把这里全部炸平 队长 这样做很危险 楼里有我们的实验品 他们身上带着传染性很强的病毒 一旦楼被摧毁 他们的尸体会暴露在空气中 他们品内的冰冰倒是会迅速传播 每个人都会是一枚细菌炸弹 那我们怎么办 病毒十天之内就有传染性 这里方圆几公里之内 都会被传染 这里的平民很可能会换病 如果做不到及时治疗 这个人会把病毒继续传播 那样后果就不堪设想了 还有别的办法吗 有 用火烧 不然一个人出来 高温下病毒无法删出来 好 我现在就命令部队 用火源配热器 把这里全部烧毁 宇天军 多点时间 我一定把刘于翔出来 一个小时 你能办到吗 我已经派人去抓那个飞官 用他来换取刘于翔 杜先生 刘于翔在里面做什么 他想找什么人 告诉我 我可以让你活着 长官 你们抓错人了吧 我不明白你在说什么 把灵墨带来 现在你该告诉我 我想知道事情了吧 我想知道事情了吧 我什么都不知道 再不说 我就杀了他 我不想死 救救我 救救我 你们想要干什么 让刘于翔出来 我就放了他们 亮子 来 饿了吧 这都六点半了 小杜怎么还不来啊 可能有事给耽搁来 小杜别出什么事啊 刘于翔 你听着 现在给你两分钟时间考虑 如果你不出来 我就杀了他 他可是因为你而死的 是小杜 咱们得想办法救他 刘于翔哥 别出来 我得救他 你不能出去 你出去以他也是死 你根本救不了他 刘于翔 难道你愿看着你的同志 死在你面前吗 刘于翔 杀了我 我宁愿死在自己人的墙口 有架 好 与其让鬼子折磨他 不如给他来个痛鬼子 不行 他是我们的同志 咱们得救他 王八蛋 小鬼子 有种你就杀了我 刘于翔 难道 你愿意看着你的同志 闲流干吗 你是个懦夫 懦夫 不能去 你不能去 我得救他 你不能去 刘于翔 这是你最后一次机会了 刘于翔 难道 你愿意看着你的同志 血流干吗 兄弟们 给我个痛快的 我谢谢你们了 我们的装甲车到了 马上准备攻击大龙 我现在都不知道 凌翔 为什么要进入兵营 我只能看着他活活被烧死 报告 刚刚接到电报 据美国战俘招供 兵营里留下的人力 有个人是亨利的助手 叫林凯 行李住手在兵营 为什么没人告诉我 对不起 美国人把所有档案 全都烧毁了 这个林凯 他说他只是个追尸员 我们就把他留在兵营里了 可我没想到 刘于翔找的人就是他 天意 嫌异 嫌异 此仗 多加探照灯 把院子全部照亮 只要龙里面就活着的出来 林凯给我消灭 是 我老觉得这里面有事儿 搞不好啊 钱挣不到时候不说啊 还会 不会吧 老大 这事儿可只有你我知道啊 马总 再喝酒啊 我来陪你喝两杯 太阳 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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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么晚来我家 您 您有事儿啊 那什么那个 猴子 去 招呼 几位田军爷出去喝酒啊 好好好 不不不 他们有任务在身 不能喝酒 马总 你就不要跟我客气了 咱们两个好好喝两杯 这齐荒岛的天真冷 一点也不比我们关西差 那猴子 那个出去 到前面 买里面清酒 太军 就好这口 好嘞 太军 请请请 来 太军 请请 来 太军 请请请 陈晋 城里长 你看 这个亮度 我们逃不走的 外面全都是机箱的 这样 你上去 把所有灯都打灭 什么时候开枪 现在就开 抢华吧 快 快 快 住什么事 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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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怎么样 刚刚得到消息 日本人封锁了什么 炸了 什么 炸了什么 没有别的办法 咱们必须自己炸 炸 怎么回事 这让他们提前查了顺境 炸子开始进攻了 咱将把所有的手雷和手榴弹全部集中起来 是 机枪手准备 把他们的转驾车都给我炸了 抓出去 是 上 回来 回来 走 快 回来 些人 被 counter 巣 开 抓着 1 1 Lara 9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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 1 成功了 叫低局吧 赶紧撤离 快 你先走 我来掩护 快 你快走吧 快 来 来 快 快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快走啊 李凯 在那儿呢 李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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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姐 你快走啊 李凯 他 李凯 天津 其实我救救钱汉光 他在德国一行 出德国族前 不要再 你赶紧先去 把警口炸了堵上 快去 快去 离开 离开 玉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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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玉霞 玉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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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好 北方同志 老苏你好 情况怎么样 我们已经调查了五个叫顾凯的 可是都不符合 还剩下四个 行 尽快查吧 如果都没有 怎么办 国民党那边也在调查 我们可以等等他们的消息 这儿安全吗 安全 事为止是 我们今后的联络地点就在这里 黄包车服庞宇 负责你的安全和保卫 对了 你们有刘亦祥的消息了吗 还没有 对了 王思义要的钱 你给他 你们要找的那个顾凯人 我们已经找不然了 都不是你们要找的人 我怀疑 这个顾凯是假名字 他既然能够出现在 北平美国俱乐部 就说明他一定有背景 请你转告戴老白 让他帮忙打听一下 美国方面 看看是不是知道了这个人 好 王思义现在已经彻底打入共产党的内部 我们一定要保证他的安全 把他买得越深越好 你只能作为联系人 不能直接对他下命令 明白吗 站长 可我总觉得 王思义他变了 他在军统的时候 是一个地久不沾 一直坚定的人 可现在 我发现他 不仅嗜久如命 而且 总有点魂不熟悉 他是不是有什么事情 瞒着我们啊 黄超啊 如果 你在地战区潜伏几年 你也会这样 整天提心吊胆的过日子 难免会让人有些莫名其妙的紧张 好了 你就按照戴老板的意思转搭吧 是 好 你看 这是从哪儿买的 是我回来的时候 街边有个天津的特产店 我呢就到那儿给买了 我呀一想起你爱吃 你应该是天津人吧 嗯 我家在天津 你看 我没猜错吧 这么长时间 你从来没跟我说过你们家人的情况 你爸你妈怎么样 挺好的吧 不知道 我已经六年没回家了 不说这个了 组织上正在对顾凯进行调查 但是现在还没有结果 明天你到黄超那儿去一趟 看看他那儿有什么情况 好 这样 这些东西呢 你就拿回去 晚上饿了呢 你就先垫着 行 那我就拿走了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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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起的都跑了吗 是 他们从纺织厂的白油管道 玩通水井 然后从海上踏花门 我们的巡逻艇正在寻找 这件事绝对不能泄露出去 这些尸体全部烧毁 是 被抓的刘云祥他们怎么处理 祖宗墓正在审温 你把医院监视起来 防止共产党救人 亮子 老红 怎么样了 有我姐跟云翔的消息吗 没有 也许他们已经牺牲了 不可能 他们不可能死 我去找他们 亮子 你已经暴露了 如果云翔跟玉璇他们还活着 组织上会想办法的 靠你和我呢 根本就找不到他们 即使找到了 也无法把他们救出来 老红 我求求你 他们是我的亲人 一定帮我找着他们 这里已经不能带了 你必须跟我转移 我今天的任务就是带你走 把你带到山里去 躲起来 要走你走 我哪儿不去 我一个人要把他们找回来 照亮从事 这是所决定是命令啊 现在没有人能命令我 除非我死了 你怎么这么宁啊 那好吧 咱们一起找组织 看看有什么办法 走 他烧退了 一会儿就会醒了 那个女人怎么样了 要不受伤 子弹已经取出来了 别的没有什么 看着刘云祥 左左目在思考着 如何才能击垮面前的劲敌 他想到了刘云祥的软肋 周玉琴 他想到刘云祥的软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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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刘云祥呢 还活着 但不知道他能活多久 只要看你 能不能把我说服他了 你少做忙 我是不会帮你的 我真没想到刘云祥 会把你带到了冰云 一个男人 把一个女人 带到这危险境地 是很危险的 却给我带来了机会 你少废话 我告诉你 你休想拿我去威胁云祥 你听见了没 难道不是吗 这很管用的 那个男人已经醒了 立刻把他带会线兵队 还 周玉琴 我请你考虑 你们是夫妻 我让你选择 是团聚呢 还是生死别离 您可不可以告诉我 那里是做什么的 这是我们实验室 这里一切都很正常 我带你去前面看看 好的 是这一笔 你看 这里的设备都很完善 很完善是吗 卡尔在所人前线 那里现在一定很老 我已经一个月 没有收到他的信了 我的儿子 也不知道 他现在怎么样了 你看 对上院的护理 也是无为不振 是啊 我是战俘 你们不能虐待我们 不能拿我们做实验 卡尔 在我们身上用病毒做实验 还有 我的妻子也是个护士 也被关在这里 我请求你们保护我们 你看我们该这么办 这件事情我们要调查一下 为什么还会有一个战俘 我们要调查一下 调查什么 是不是有人用战俘做细菌实验 他是疯子 是共党分子 是间谍 可他穿着军装 我请求把这个人和他棋子 交给我们观察三天 那就是我棋子 他也被抓起来了 把他 咱们两个感染了吗 赢了没有 他们偷牢抗上座 诸位 我们进行的是一场 很文明的战争 根本没有理由战俘做事 我军一直恪守着日雷瓦公约 我允许你们 对他们两个进行观察 但是 必须在我们的 严密的监督之下 如果你们没有发现 他们感染病毒 那么 你们必须发表声谜 调查那些 对我们大日本红军 尽心造谣的人 你们同意吗 现在我要求 把他们单独隔离 以免交叉感染 有许 这件事 要做做梦负责 我们一定会活着出去 嗯 卡尔的意外出现 让刘云祥重新燃起了希望 他决定利用这个德国同学的帮助 来实现 他和周玉琴的出逃计划 如果能说服 胡常贵加入军统 哦 我会尽量说服他 你ahu 带老板只是 从 现在开始 你受他的直接领导 你的任务是 继续深埋在共产党内部 争取 起到更大的作用 我是个犯过错误的人 你告诉戴老板 我会将功赎罪 我们这儿已经查完了 没有陈亚局的消息 没方那边呢 今天赫时有两个叫顾凯 如果再没有 我们就撤出上海 去哪儿 到时候会告诉你 好 那我等你消息 我走了 看来我们被骗了 那个人肯定不叫顾凯 事为止是 如果没有新的线索的话 你们就立刻撤出上海 我们的人会继续寻找尘雅局 有新的消息 就会立刻通报你们 但愿军统那边 会有新消息吧 华北缔工部来电 说刘英祥他们 救了一批国民党战俘 但是他和周玉琴 却下落不明 他们牺牲了吗 不知道 据那些战俘讲 是刘英祥救了他们 可是最后 他却没有冲出来 另外你不要回北平了 组织上决定 你先去华北地工部接受任务 然后去天津 王思义继续留在北平 出座 美国人的情报 我们找的这个顾凯 他的真实姓名叫顾志凯 公开身份是美国泛美上行的代表 上海代败 经常往来于北平和上海之间 但是他的真实身份是 王伟政府驻上海机药科科长 每次来北平都是搜集情报 美国人一直在监视他 有照片吗 有 美国人拍的照片 马上把照片 以最快的速度送给上海旁边 是 我们要见刘云祥 卡尔 卡尔 这没想到你会来 如果你不来 恐怕我们永远无法相见 这是山地的安排 我还以为 你在送天前线呢 那是低于一半的日子 我扶上以后回到了德国 参加红十字组织 做了一命医生 我必须告诉你我的身份 我是抗日的战士 如果他们知道我们的关系 你会很危险 你是我最好的朋友 我不能放弃你 日本人已经知道我的身份了 我跟于琴 都没有被注射病毒 但是迟早他们会知道 我有办法 用一只扑通的病毒给你注射 发病时症状器被移植 说你是被试验的战俘 带你和妻子离开 把病毒给于琴注射 带她走 如果我只能救一个人 那就是你 你是我最好的朋友 卡尔 如果你是我 你会让你的未婚妻去死 而自己活下去吗 我也是 所以你帮我 去给于琴注射病毒 等她出现状况 带她离开 到安全的地方 答应我的请求 还有 我们必须装作不认识 我们必须装作不认识 等于琴走 你告诉她 我也注射了病毒 别让她担心 镇长 电报 喂 姐姐先挂 马上下楼 外面有车等你 好 知道了 走 走 快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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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走 走 快点 太老板刚来的电报 你们要找的人 这名叫顾志凯 是汪精卫 驻上海特务机关的机要科长 我说怎么找不到他呢 我的人 已经开始调查他的住所 一旦得到消息 你就立刻行动 这件事 就不要通知共产党了 我们大度干 这样不好吧 我们这次行动是双方联合的 如果不告诉共产党 万一失败了 那我们难逃责任呢 你就知道逃避责任 难道你就没想到 如果我们抓到了陈亚局 找到了头盖 他就立了大功了 好 我听你的 谢谢大家